一根手指击飞一只大王虫 今天我们继续龙傲天动漫 大王虫袭击的村庄 人们吓得四上而逃 罗伊却不慌不满的一个弹子神弓 把方圆集里的大王虫都给击退了 是好没把别人口中的怪物当回事 可罗伊很担心玛丽 他请求村长让自己前去营救 外面一转 玛丽得知幕后黑手就是魔王之后 非但没有被吓倒 反而被魔王气得直跺脚 他咒骂着 你早说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就不用和罗伊吵架 随后玛丽竟然一流烟逃走了 剩下魔王一人独自在原地懵逼 这就是王家女子的风范吗 这时罗伊也前往寻找玛丽的路上 一只王虫又出现了 罗伊碰到了害怕大王虫 而躲在角落里的亚兰 一番心灵鸡汤 让亚兰惭愧不已 这时大王虫又出现在了罗伊身后 亚兰杀得脸都绿了 他大喊着 你快看身后 没想到罗伊跟王一样 一个老瓜帮就把大王虫给弹飞了 他继续说着心灵鸡汤 亚兰被彻底感化 他不再娓娓说说 而是主动出击 一鼓子披死了一只大王虫 一抬头发现上方有个巨大的魔法阵 原来村长看出来的这些王虫是魔王的把戏 既然这样他也有理由出手了 他放出陨石群把大王虫砸死 宫殿里黑化后的眉鲁正攻击着众人 他重重的一脚将刚手踢飞 陪带机向前帮忙 美鲁无数拳打过去 全自动皮带全部挡下 刚手想去帮救兵 没想到刚出门罗伊就来了 美鲁看到罗伊又发起了进攻 一爪子刚准备撓上去 就被罗伊轻轻一拍 美鲁被拍倒在地 虽然罗伊实力超群 却仍然坚持用心灵鸡汤的方式 试图感化美鲁 就在心灵鸡汤有所成效 美鲁即将唤醒人性的关键时刻 罗伊竟然以为美鲁适合多了 再开化转舞会 美鲁一听再次被激怒 又是狠狠的一爪 罗伊直接一个270度下腰躲过了攻击 还直接顶飞了美鲁 这样人不由得感叹 罗伊的腰正好 怪不得这么多美女爱慕罗伊 这时 马力突然打开了大门 见到了罗伊 他激动的紧紧抱住罗伊 假国王也追了出来 罗伊以为假国王在开化转舞会 马力也没告诉罗伊真相 他让罗伊拿抹布给假国王行行酒 只见罗伊掏出一张 有着古代罗恩符号的抹布 不断的靠近魔王 吓得魔王赶紧释放技能 却又被罗伊给一根手指弹走了 接着就是各种角度的使劲措施 直接把魔王给逼疯了 谁也没想到 邪恶的大魔王就这样被罗伊解决了 马力又一次抱着罗伊不杀手 旁边的皮带机越看越来气 第二天 罗伊遇到了哥哥小马 小马似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这时村长跑了过来 一回头小马就消失了 村长眉头一皱 另一边 克莱姆成了新的军官 梅鲁则惨遭流放 村长带他去村里看水道 原来村长曾在大饥馆里拍发过食物 当时梅鲁也领过救济粮 梅鲁十分感动 他心甘情愿地决定留在这里照顾水道 村长则回到马力那里去寻找罗伊 没想到干推开门 就看到罗伊正在换衣服 激动了村长直接秒变猩猩眼 还要拿水晶球录影下来 正激动的时候却被马力拽走了 经过这场战斗后 马力决定不当公主 想继续留在魔法屋里 创着军装的罗伊简直不要太帅 村长和皮带机一见面就吵架 他印出这条皮带 是科隆村代代相传的圣遗物 这时亚兰前来拜访 原来罗伊这次能够进入士官学校 全靠亚兰 因为罗伊的鼓励 亚兰不再害怕大王虫 这次战斗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头为了奖励他 满足了他一个要求 于是亚兰就帮助罗伊进入了士官学校 那么本期内容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